当国民主共和国爆发麻疹疫情 夺走1500条人命 政府宣布为流行病 第二梯次全球四合一干部精进研习会 今天起在三重板桥开营 两地600多人参加 此刻大创立部落假日教室 学生前往偏乡部落 关怀孩子的生活以及学习状况 你好 我是郑佳琪 欢迎收看大爱晚间新闻 大雨灾情不能掉以轻心 南投县这一两天雨势不断 山区部分在台14线普务公路中永桥路段 因为附近溪流冲刷路基 路面出现了一个25公尺长的大窟窿 今天中午12点半以后 全线封闭 连夜抢修 预计明天下午3点过后 才能够完成双向双线通车 深夜的普务公路暗藏危险 中永桥现在只有单线通车 几乎能够吞噬整辆车的大坑洞 白天看更惊人 长约25公尺 因为这一次的滋流性的梅雨 造成我们上面的野溪 瞬间的冲刷 把我们下方原本有的一个蓝砂棒 冲毁掉 导致整个溪床的下刷 台14线普务公路 75公里800公尺处 中永桥路段因为河床冲刷 导致路基流失 勉强能单线通行 今天晚上会持续的来 加班来抢修 那我们是预估看明天中午前 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路基的部分 来把它抢修恢复回来 目前全线封闭抢修 预计6月14日下午3点过后 完成双向双线通车 以施工二十分钟 放行十分钟的方式管制 希望用路人配合耐心等候 此外国庆乡民宅旁 因溪水暴涨 土石不断崩落 当地居民提心吊胆 下游还有十多户民宅未雨绸缪 工所以已经联络水保局 派遣积聚到场 是天气状况决定清理程度 戴新闻南投综合报导 被蜜蜂遮引发过敏性休克症 台南一名69岁妇人 昨天被蜜蜂遮而陷入昏迷 家属立刻叫救护车抢救 而车上的救护员 透过线上医师指导 当机立断 及时给予药物抢救 才成功救回妇人一命 昏迷的妇人紧急被送上救护车 戴上氧气罩 出庆的人员恰巧有余 卫视高级技术救护员 立即联络请务中心 透过医师指导先行投药 给予注射肾上腺素的肌肉注射 那大约注射后三分钟 妇人慢慢恢复意识 台南市消防局目前通过的 预力衣嘱包含心肺功能 停止施打强心针 重度低血糖 注射高浓度糖水 过敏性休克注射肾上腺素 这位妇人将风遮过敏性休克 及时处理救回一命 被生物咬伤 遮伤 那我们除了自行送医以外 或者是打119 由救护车前往做个救护急救处理 消防局也提醒 现在正是风蛇出没的季节 千万不要惊扰他们 万一被攻击要尽速就医 大约新闻派云珍 郑瑞萍 台南报导 还有这种危机的状况 让人捏拔忍汗 像是有小朋友顽皮吞下 硬币 弹珠 也有90多岁的老人家 不小心吞下长5公分的榴莲籽 台中慈激医院急诊部 最近提一名吞进异物的患者 照X光之后 才发现他吞了100个左右的 一开罐拉环 严重会导致消化道破裂 鱼刺啊 前不久我孙子吞一块钱 波斯丁啊 还有小玻璃球 小弹珠 这些的 吞进体内的东西五花八门 急诊医师各种各样都遇过 电池 脊骨头 鱼骨头 鱼刺 或是刚刚讲的药的包装 铝箔包装没有撕开就一起跟着药吞进去 甚至还有人吞了一大堆 一开罐拉环 病人本身有身心方面的问题 会有那个倾向 会想要去拿东西塞在嘴巴里面 所以吞了100多个饮料的拉环进去 不过因为它尺寸小 所以没有卡住 如果异物卡在声带以上 大多用内饰镜取出 就怕边缘锐利会有腐蚀性 伤害食道或消化道破裂 顶多就是你试着咳看看 可不可以咳出来 那其他都不建议 比如说什么吹吐啊 或是吞大量的水啊 这些都不建议 老人家咀嚼吞咽功能退化 幼童好奇心强 都是高危险群 如果务实异物 一定要马上就医 千万别自行处理 以免造成更大伤害 大爱新闻 黄正明 欧阳光辉 台中报导 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头痛到 被累积的经验 这种所谓的脑血管 收缩症候群 是最危险的头痛疾病之一 又称为累积头痛 患者通常用力上厕所 或者是情绪激动 都是诱发因子 而这种瞬间爆炸的剧烈头痛 会影响到患者的生活机能 您知道吗 头痛分成很多种 除了常见的偏头痛 还有一种是雷击头痛 讲的是短时间内 突然发生剧烈疼痛 长达五分钟以上就要当心 雷击头痛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动脉瘤 脑部的动脉瘤 因为脑部动脉瘤 最大的风险一定是 万一它脑部动脉破掉 以目前报告 大概三成到院前就会死亡 肯定性脑血管收缩症候群 属于雷击头痛的一种 耗发在40到50岁的女性 以及中壮年男性身上 像是排便或是洗澡 只要有用力 情绪激动的诱发因子 都会刺激交感神经 导致血压升高 有报告说 它产生了内分泌的肿瘤 所以血压特别的高 那有些人是交感神经 出了一个问题 那有些人是使用 有些不好的药物 那有些人就是找不到原因 我想说是这个年纪的族群 特别会比较容易警觉 会赶快就医 医师提醒 就算只有出现过一次雷击头痛 也要尽速就医检查 避免体内的不定时炸弹 危及生命 大安新闻旅出现检员集 台北报道 也是医药保健的话题 需要酒瞻的民众 如果出现单脚水肿的情况 就要特别留意 有可能是靠静脉症候群 因为临床上不容易被诊断出来 也容易被忽略 严重的话 可能合并血栓发生 引起蜂窝性组之炎 无论发行师还是护理人员 因为工作关系 长时间久站久坐 不少人都担心水肿问题 而自被消肿妙招 例如说吃红豆汤 艺人汤 就是这些 一般水肿隔天就会自然恢复 但如果肿胀感迟迟不消 可能要担心是 卡静脉压迫症候群所导致 在我们的第四第五节尾椎的地方 脊椎有前傾的时候 就容易发生 中间这个空间会变小 在变小的情况下 我们的静脉的弹性比较弱 所以说它就会受到我们动脉 跟后面骨头的挤压 就会产生所谓的一个 卡静脉压迫症候群 体重2770公克 卡静脉压迫症候群 多半耗发在生产后妇女 以及活动力旺盛的年轻男性身上 发生率大约是40% 初期会出现下肢水肿 色素沉淀 严重的话还会导致皮肤溃疡 甚至引发崩窩性组织炎 当你发生我们有单脚 独特一只脚特别肿胀 那到下午会有越来越肿胀的情形 那晚上睡完觉 隔天起来之后就会变好 这样子一个情形呢 就有需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医师表示 现在可以透过手术治疗 但如果民众出现轻微水肿症状 建议睡前可以抬腿 或是借由压力挖 舒缓卡静脉压迫的问题 大爱新闻 吕思宣检员集台北报道 关机焦点来看一则下午 所传出的最新消息 中东地区的阿曼湾 在今天传出有两艘大型游轮 遭到攻击 而其中一艘游轮上承载的是 台湾中油所采购的石化原料 由于美伊局势紧张 上个月才传出有游轮 在波斯湾遭到袭击 现在又有两艘遭到了攻击 并且向沿岸国家求救 根据外媒报道 这两艘船的船员目前都被带到了安全地区 还不确定是遭到哪一方攻击 而中油公司接获通知之后表示 虽然不清楚状况 但台湾的石油安全库存并没有受到影响 因此不用担心石化产品 以及油品的供应问题 接着再来看到的是印度现在正严正以待防范热带气旋瓦油的侵袭 瓦油相当于一个中度台风的威力 现在是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持续的朝北北西的方向前进 而依照它目前的行径路径来看的话 瓦油中心点虽然不会直接登陆到印度 但带来的风暴潮以及好雨不容轻忽 印度西北部沿岸地区紧急撤离30万居民 风势相当强劲 海边掀起大浪 渔民拉着船上岸 一不小心就差点被卷进海里 印度西北部古沙拉底省沿岸 受到20年来最强热带气旋瓦油影响 现在瓦油以相当于中度台风的威力 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持续往北北西前进 根据印度气象单位预测 瓦油的路径不断改变 可能不会直扑印度 不过由于外围暴风圈大范围扫过西部地区 恐怕会被当地带来严重灾情 CNN气象专家表示 当地可能会出现超过1.5公尺的风暴潮 以及豪雨将威胁近600万人 目前部分沿岸学校也宣布停课到星期五 印度政府积极严防 除了古沙拉底省 陆空交通暂停之外 相关单位部署52组灾害应变部队 随时待命 星期三沿岸约30万居民 也紧急疏散到700个避难所 大海新闻洋情编译 刚果民主共和国则是饱受疫情威胁 去年伊波拉多走了1400条人命 今年麻疹疫情大约是有1500人丧命 当地政府也正式宣布 将麻疹列入流行病的范围 孩子全身斑点躺在病床上 呼吸急促 家长在一旁忧心忡忡 刚果民主共和国麻疹疫情扩散 从今年1月到5月 造成大约1500人死亡 麻疹疫情受影响的大部分是儿童 症状包括发热 咳嗽 严重时可以引发肺炎甚至死亡 刚果民主共和国为了对抗伊波拉 已经筋疲力尽 现在又爆发麻疹 也不是没有原因 麻疹具有高度传染性 但是可以透过疫苗接种来预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发起了一场接种疫苗的宣传活动 希望能帮助当地政府 更好的传达预防剩余治疗的讯息 及早控制住疫情扩散 大新闻女方编译 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临近国家 乌干达则是传出了 伊波拉的首例确诊病例 这是一名5岁小男孩昨天病逝 乌干达现在当地民众担心疫情爆发 根据乌干达卫生部门最新通报 又新增两个伊波拉的确诊病例 一位是5岁小男孩的祖母 还有他3岁的弟弟 目前乌干达政府正在调查 这名男童一家人的生活状况 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世界卫生组织对战乱地区的 心理健康问题发出了警告 生活在战乱环境中 出现精神疾病问题的比率 大约是五分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过去十年来 发生冲突的39国民众 进行大规模的研究 发现这样惊人的情况 虽然过去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创伤后遗症 但是专家认为 这一次让人亚裔的结果 也显示出过去 有点轻忽了冲突战乱 对人心理卫生的影响力 因此世卫也呼吁 未来将应该把心理健康救助 作为主要的加强项目之一 虽然焦点回到国内来看到 慈祭全球四合一干部经济研习会 集结600多位海外志工 今天分别在板桥 以及三重园区上课 而三重园区也邀请到 慈祭慈善志业的执行长 严博文师兄 传达慈祭善的理念 随着全球暖化 大地不调 世界各地都出现不少灾难 此一志工走访各处 进行震灾 把爱分享给需要的人 期盼透过善的力量 一点一滴来改变这个世界 慈祭人走向世界 其实在每个角落很多地方付出 希望带给世界更大 更正向的一个影响力 能够让大家能够重视 这些气候变迁等等 这些社会上不安定的因素 可以消灭 对地起来的回收物 在环保志工们眼中 统统都是宝 环保爱地球不再只是口号 唯有用行动才能减少 对大自然的破坏 来自美国的此一志工黄和丽 也希望从自我改变 影响更多人 我自己变得比较好 像执作师 传法的最好的方式 其他人会可以看到 我面对什么灾难 都能带着感恩的心 他们会自然感动 会对慈祭 还有佛教比较有兴趣 慈祭全球四合一干部经济研习会 汇集了六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工 到板桥和三重园区 一同学习慈祭理念 承担起对地球环境的责任 一起肩负翻转社会的力量 带来自闻奔习以科兴志 台北报道 人物故事就来看这一对夫妻党 马来西亚慈祭志工夫妻党 陈淑丽以及林元文 也来到了三重园区 一同精进研习 而两个人在马来西亚 因为做慈祭之后 慢慢修改了自己的脾气 也在当地开办了客服班 希望为弱势家庭的孩子 提供温馨的读书环境 到客服班的路程 是这些小朋友最期待的时刻 马来西亚慈祭志工陈淑丽 看见许多弱势家庭的孩子 没有良好的读书环境 于是号召许多老师 开办客服班 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我们发现我们跟孩子的 互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老师 他都是义务来的 所以他们也很有爱心地 去教这些小孩子 很有耐心 每个孩子都是量身定造课程的 就是因为他适合什么 喜欢什么 老师就教他什么 依依来到学生家中拜访 看着他们的家庭状况 也让他对这些孩子 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而成熟力的丈夫林元文 看着妻子投入慈悸后 也渐渐加入 还改变了原本的坏脾气 一点小事情就要骂人了 尤其是来我的店找我生意的人都 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脾气 看到那个大爱胎 看到那个近视 所以就改变了我 现在夫妻俩更加珍惜彼此 也一同从马来西亚来到三重园区 参加四合一进进研习会 他们也期盼未来能继续 攜手走下去 带爱新闻范秀 以柯幸志台北报道 印尼北苏门达腊地区 日前发生了一起火警 有29户房屋被大火给烧毁 其中一户人家有四人往生 此几人前往勘灾 并且送上慰问金 给予最及时的安慰以及鼓励 这一天是开斋节 如同伊斯兰教的新年 本应该欢欢喜喜 但这一家人却要面对大火过后 无家可归的无奈 还有亲人的往生 大火是发生在凌晨三点半 安杰丽娜的父母和兄弟 都来不及逃出 殖民定义慈激人 赶了十小时的路程 特地来关怀 佛教助念仪式 暂时安了这一家人的心 这场火灾也造成了29户人家 包括教堂在内房屋全会 此几人立刻发放慰问金 协助重建家园 面对无常的到来 爱与关怀是最好的妙方 大爱新闻黄国境 蔡巧玲 印尼报道 根据统计 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街友 大约有6000多人 高居全美城市街友 排名的第9位 主因是赌城有人好指千金 一夕致富 却更多人转顺 成为分文美友流落街头 此际从2015年开始 为当地的街友 提供免费的牙科服务 专业设备专科人才 此际牙科议诊 开拔到美国拉斯维加斯 为了参丰露宿的街头浪卷 我只有一十个棵 我只有一个棵 在底下 所有的棵 都在十个棵 在内华达经营牙科诊所的医师 职约瑟夫连续五次投入刺激抑诊 他们应该从医院的医院 我们可以做到 除了他们的疾病 疾病 让他们的嘴巴更好 让他们健康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 我感觉我会帮助社医院 我感觉我能够做一些技术 五百件整齐摆放的二手衣 也让街友得以初夏换季 他们是在钞票堆叠的城市暗角 挣扎求生的几分凄凉 无论因何落魄 依着人心 不问缘由 八十多人的一口牙 得到了照料 在新闻 真善美志工 正如今 林毕凤 约翰 美国报道 鸡身在山里间的鸡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 新北共僚这个家男主人郭文条 带着妻子儿女就住在鸡舍里头 因为老房子又属于海沙屋 去年开始屋内天花板 剥落得越来越严重 钢筋袖石裸露 无法居住 此一志工不只关怀 还协助修缮房屋 上个月他们搬回新的住假 六月桑 一般若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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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可乐的 一般若妻子 这五月四月 这一条一条阳子 那一条阳子 那一条阳子 一条阳子 一条阳子 比較奇怪 她就心情比較鬱鬱 酒喝喝喝 煩惱煩惱 到最後 反正就這樣很乳 她不是喝酒乳 沒喝酒也這樣乳 後來就去看醫生有什麼憂鬱症 她就一直吃藥 吃二十幾年 我們就提報就是跟營建處協商 營建處他們有來勘 有來會勘 會勘以後他們覺得說 這個我們是應該要協助他 因為你住在那個地方不是長久之際 有時候颱風來怎麼辦 冬天來真的是非常的難 不是人住的地方 你最近酒喝得多不多 沒有 不過我聽說你還喝很多再亂 真的還假的 沒有 沒有 真的 說謊 當然啦 加那個 加那個有床墊的話是四千五 四千一 對 我們能夠省的話 我們也是幫按家省 對 不夠的話 我們基金會這邊也是會付出的 對 這個就是大眾捐來的錢 然後我們每一個錢 都是要花在刀口上 來 好 來 OK 你好 我好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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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會做的話 他就也要幫忙 要順便給他整理 像今天這麼多人來 我們先給他整理好 大家就可以一起把家具留去 好 好 好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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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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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你看看 給你年年有餘 有沒有很可愛 有 有 很漂亮 他那天先生跟我講說 他拿錢 他以為是要去買酒 你知道嗎 結果不是 他是要去偷鋪買 對 我說你要改變你自己的命運 只有靠你自己 別人是沒有辦法的 對 花孕的感覺真好 他跟我讲 我都有每天的花园 整体正常 整好 乐楼 恭喜你 好 谢谢你被米酒打败了 对啊 他说现在米酒没有办法喝 因为他被米酒打败了 快乐 来 快乐 未来愿望就是要把这个家好好的保持 顾照顾好 希望小孩能够头脑人一天一天都 清醒一点好一点 一点慢慢的好起来 学生做志工来看到慈激科技大学护理系 创立了部落假日教室 前往偏乡部落 今天要介绍其中一个团队 他们前往的是为在花莲浊西的轮山部落 要替接下来五六日三天两夜的活动做前置准备 而学生志工们觉得部落资源比较不足 希望带领当地的孩子们翻转人生 我们要买十片的比较便宜 一群年轻人穿梭在超市里购买食材 精打细算货比三家 为了要给部落小朋友美味健康的一餐 除了要掌握品质也要落实节俭 我们去算出来假如说容量 它的对应的价格会有比较便宜的话 我们就会考虑用另外一个 就是不会太贵的食材 精挑细选之下还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带着小朋友一起响应素食 爱护生命 用素食来为主然后去来煮食物给大家吃 其实我们之前有煮过 其实回馈也蛮好的 这一群学生秉持客情客检 不花钱住民宿或饭店 选择住在社区活动中心 亲自打扫拖地 晚上还会有昆虫出没 但他们不怕吃苦 体验部落生活很有热忱 同学们我很害怕 我觉得我要睡地板 那我不敢上来 可是后来发现就是自己担心过多 对 其实后来大家都很踊跃地参与 整个营队从烹煮伙食到自理生活 以及课程设计 都是学生自己想方设法来完成 相信最有收获的不只是部落孩童 这群大学生一定也能从中突破自我 学习独立 大爱新闻 杨爱婷 翁国家 花联报导 好 这一项部落假日教室计划 从三月份开始要持续进行到五月份 一周三天 这一次的学习主题是性别平等 希望带领布隆的孩子们 对于男女构造差异的观念 来进行加强 学生们设计了一连串的课程 预备 开始 吹一口气 看谁先射门 考验小朋友的反应力也训练肺活量 这个比较小 你知道为什么它比较小吗 就是因为我们 在部落教室里年龄层广泛 从幼幼班到国中生都有 不少已经开始发育的孩子 对于性别的观念薄弱 因此课程主轴是带着他们认识 不同的生理构造 也要懂得自我保护 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他假装他给我糖果的话 就是拒绝他啦 或者是跟他讲说我不要吃 性别教育 然后还有身体自主 一定要让他们有所收获 不是都是来这边嘻嘻哈哈玩 对 一定要叫东西 然后陪伴 除了一连串有趣的课程与游戏 此刻大学生们也协助小朋友 完成校内课业 同时在互动过程中 教导孩子们正确的待人处事 沟通啊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再更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做的是这一块 然后当然小朋友也在慢慢在长大 因为当我们在讲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在听 总共16个小时的课堂 与小朋友们一起度过 这群年轻的小老师们 再再感受到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 不要说部落他们的世界 永远都是只有这样 对 这是局限在部落里面 可以非常的努力跟进步 然后可以跨出去 拿着铁夹 弯着腰捡起垃圾 部落是你我的原乡 要共同来守护 而看着大学生与孩子们的背影 也看见了未来的希望 大学新闻杨爱婷温国家 华林报道 的确年轻人的力量 再来看到 慈济大学的学生 也长期投入志工服务行列 今年暑假总共是有15个志工团 会分别到国内外进行服务 行前都做了充足的训练 学校也特别受其鼓励 并感恩团队的用心 其中一团会到太北的乡村服务 有一位团员就是当地长大的小孩 他未来分享希望能够回到村庄来服务 接下慈济大学校期 15团志工服务队将在今年暑假 到6个国家及台湾偏乡进行服务 其中太太太欢你非凡 将到太北邦孔村莲花中学 协助建制图书馆及带入环保华语知识 团员柯尼春同学就是当地阿卡族人 我自己出来过发现其实教育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然后让他那边的小朋友看到 其实他们可以更不一样 对他们其实是有希望的 不只是只能活在那个村子里 服务机友团队人本医疗社 在花莲玉里松浦社区深耕四年 结合物质、护理、医疗、社工等科系下乡加仿 为长辈量身打造卫教内容、致力游戏、落实、长照关怀 因为我们大部分科系团队成员都是医疗相关科系 所以我们也会特别了解到 原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病人 会有他们自己的文化的脉络 那我们以后在面对病人的时候要考量到全面 并不能只是观察到他的疾病而已 活用所学与社会产生连结 学生重视服务学习 也结合词记人文 发挥更多良能去付出 大爱新闻 这盛名谢云山柳红志 花莲报道 今天的静思成举 聚焦在慈祭教育志业 着重品德教育 人文素养 学生们年纪虽小 秉持着一念心 发挥善的力量 让爱循环 正上人赞叹他们 世事懂感恩 小人物做大事 心念纯真 令人感动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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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用不到的二手物品 我就跟我妈妈讨论说 可以把这些二手物品卖出 然后那边的所得 就可以去救助他们 捐助他们 而且又可以达到 媳妇爱物及救人的目的 这就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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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关出来 有幼顶 有小学 有中学 这是学生 要建立的学校 这是老师教育的方向 这是小学生 要求求 好 真是爱的尽管 用这样来激动 标准其实 爱剕墓unde 看天下有這刻 他們就急時來玩做 遇佛就是要把我們的壞脾氣 壞毛病洗乾淨 這就是高雄 高雄的我們有方法 ふと對我們高雄還是有方法 就是這樣高雄的 高雄的修性中性胎性 是讓我們了解 人生無緣 空空氣返 再来关心的是国际事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昨天前往伊朗进行两天的访问 成为40年来第一位访问当地的日本首相 同时他也身负重责大任 要调解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大片红地毯以及军乐队的迎接 安倍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亲切握手 在联合记者会上 安倍向鲁哈尼转达 先前美国总统川普访问日本的时候 表示希望改善美伊两国紧绷局势的讯息 期盼伊朗作为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的重要角色 继续维持核武协议 大家晚安我们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这几天相信大家被每天下雨 都有一点闷得受不了了 请大家注意 还有一波 但是剩下一天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这几天不断地萧萧长长 整个封面云系在昨天有北台 现在要开始往南 那早上是刚好西边发展一些对流云系移进来 然后有一个空档 现在来看的话 有一波在这个地方正在发展当中慢慢的南下 预计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会再发展起来 各位可以看 现在的封面结构在这个地方 早上的时候有稍微北台一点点 它大概这个地方又会受到北边的高空潮 等于是低层跟高层都开始有在加深这个系统的变化 所以各位可以看就是这个 那它经过这个台湾海峡附近的时候呢 还会再发展起来 所以预计呢这个礼拜四的深夜 就是今天晚上的深夜 到礼拜五的清晨 还有一波会影响到台湾 然后接下来呢 到礼拜五的下半天很快 就会退到这个巴斯海峡这个附近 其实整个就会做一个环节 所以这一波的梅雨呢 影响四天大概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不过呢还是要留意 六日呢可能这个这边水线还是很多 还有一些藕阵雨啦 那下礼拜呢可能这个新南季风会再增强 那这边呢水气蛮多的 会转为这种典型夏季的天气 会有点热 那至于会不会还有封面 梅雨封面会再下来 这个就有待观察了 可能会比较偏北 不会像这次的影响 这是目前的预估 还有很大的变动空间啦 那最近呢这个降雨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雨 还是要特别注意 从南到北 这个其实这个雨呢 老实说没有很多啦 但是在这个台中啊 南投的这个山区真的很多 已经累积超过五百了 五六百 到了六百七百八百都有可能 那这个对于当地来说的话 都是一个非常一个关键的临界点 再多下一点 都是很大的冲击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很提高警权 要很戒胜前程来面对 就要不要觉得说 我这边还好没事 其实这个中小时度对流系统呢 老实说这个只有几个小时的预警时间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还是请大家提高警觉 这个中部与北都要留意 南部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下 那六日一就会慢慢的缓和当中 只剩下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震雨 那礼拜四晚上呢都是下雨 不要怀疑就是下雨 有点北风温度有点下滑 北部23 24度 要注意这样的温度呢 跟前天的三十几度有落差 很多朋友都已经感冒了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空气品质都不错 明天呢一样就是下雨 但是到下半天会慢慢的缓和当中 所以明天中午以前 请大家多注意 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 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道封面 有对流系统会持续的发展当中 那礼拜五下半天 封面的来疑 那周末呢就会转为比较稳定的天气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大爱二台的观众朋友 我们要先向您说声晚安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至于大爱二台的观众 稍后的新闻重点包括了 高雄市神索救援队 参加比利时所举办的神索救援比赛 勇夺世界冠军 另外帮助300个弱势家庭成功创业 今天有民间团体 举办了一场成果发表会 还有安妮法兰克90岁名单 今年有一群在阿姆斯特丹的学生 举办相关活动 稍后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拿起手机准备好扫描了吗 3 2 1 GO 高雄市消防局特丝队结合各县市消防好手组成的神 神索救援队参加全球最大规模比利时所举办的神索救援比赛 从30个国家中脱颖而出勇夺世界冠军 国际绳索救援赛 宣布冠军是高雄绳索救援队 所有成员都乐翻了 克服国外气候和场地限制 高雄绳索救援队以精湛的技巧 将伤患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急救安置 让国外队伍和国际评审大为赞赏 那我们总共花了42分钟完成 是所有队伍最快的 那其他队伍通常都在一个小时以外才完成 一个小时以后才完成 消防队员平时勤勿繁重 要急决训练并不容易 台湾也没有专业训练场地 但队员克服种种限制突破难关 还有核心要非常的处立 所以很十几分钟的时间来维持这样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来自于大家同仁的休假 我们休假才有办法聚在一起去外面山区 或者是吊桥或者是路桥 做一些高空的训练 扎实精确的训练快有效率的技术 除了用在比赛夺冠之外 这批消防员有信心 全面实际应用在台湾的救灾 救援更多的生命 大海新闻 刘月富萧红树高雄报道 中信慈善基金会从2011年开始推动 幸福专案 到现在辅导了1700位家长 帮助300个弱势家庭成功创业 今天举办成果发表会 请来两位参加专案的来宾 分享他们加入之后人生的转变 个头娇小的陈女苏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其实她为了卖乳味还要照顾孩子 休息时间非常少 离婚的她曾穷到只剩下500块 又发现小儿子罹患了唐氏症 幸好接触到幸福专案改变人生 很幸福 不只帮助我们的钱 然后还就是带领我们怎么样去经营 然后也就是建议我们去做某一个 就是说假设说赖NVP还什么的 就可以赖那个客源 一盘盘让人口水直流的卤味 出自女苏的用心 在公园外卤味收入少也不稳定 听取建议后用社团网络开发客源 增加宅配订单 现在生意逐渐上轨道 生活也稳定下来 另外类似的个案 还有这位在夜市卖挂包的单亲妈妈 他们的顾问就会把我们 就是整合我们整个月的收入毛利 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说 我们的钱花到哪里 脸上挂着爽朗笑容 过去却曾经连哪份钱都没有 接受辅导后除了有钱创业 还学习记账 解决财务问题 8年来幸福专案辅导 超过1700位家长 帮助300个弱势家庭成功创业 陪他们一同开创 充满希望的未来 大家新闻成安巡航 台北报道 另外要告诉大家的是 小朋友要是有发展迟缓等问题 接受早期治疗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但有时候家长缺乏相关资讯以及判断 于是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以行动玩具车的方式 走访偏乡幼儿园以及托育中心 希望利用和孩子们玩耍接触的方式 找到可能被忽略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观察孩子的游戏行为 出大动作 精细动作 社交行为 都可以在这个游戏的当中去做观察 然后就可以跟老师做讨论 这个孩子是不是某个部分有点状况 那老师需不需要怎么协助 那因为有这样的行动玩具车 我们就可以在偏向目前希望可以跑十个 目前已经跑了五个 那未来我们每个月也规划可以有一到两所的私幼可以去推动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当然主要是希望可以帮助到真正有需要帮助的小孩 从他们直接转介到我们主动出击 去找到需要帮助的小朋友 民间团体捐赠早聊行动玩具车 让社福单位能够继续走访偏乡 希望持续利用行动玩具车运载玩具到偏远乡镇 透过游戏玩耍 让专业人员发觉可能有发展迟缓的孩子 以便他们及早进一步的转介诊疗 以免错过早期治疗的黄金期 新北市中和区子一志工定期前往板桥的海山托老中心关怀 活动设计都是以七十岁以上长者为考量 能够温暖身心 也能够勾起老人家儿时的回忆 一二三 咻 妈妈的爱就是这样跳出来 今天我们就是要做这个弹跳 这弹跳它很简单 拿出四指反复对折 折出盛行 今年八十六岁的秋黄阿森 回忆童年故事多 很久没做这个对吗 老师不够够够够够 几乎是一对一的陪伴 慈继之工定期拜访海山托老中心 气氛大不同 感觉气氛都完全不一样 就带动所有的 不然的话平常你看他们都是坐在那边静静的 都不动 然后你们一来他们就开始变得比较活泼 比较会动头脑动手这样 人生七十才开始 九十还年轻 慈继人带团康不亦乐乎 大安新闻真善美之工 吴美珍 陈庆雄台北表导 安妮日记的作者 今年过九十岁明淡 今年有一群在阿姆斯特丹的学生 来到安妮故居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会 而邀请到的来宾 全都是当时曾经和安妮一起上课的同学 学生们抱着期待又紧张的心情走上阶梯 参加一场历史难得的生日派对 因为上面等着他们的阿公阿嬷 都是十分特别的来宾 知名著作《安妮的日记》描述二战期间犹太人被破坏的真实故事 六月十二号是作者安妮法兰克九十岁明淡 一群曾经和安妮当过同学的阿公阿嬷 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安妮的故居 国际学校的学生特地前往一起听听他们还原当时犹太人夺夺藏藏的真实情况 借由安妮法兰克的故事让更多人再次想起战争之下 人民所面临惨痛的记忆 同一天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口 安妮法兰克基金会也为了纪念 捐赠一面告示牌并为她种下一棵树 而这个树苗是取自安妮在二战期间躲藏地点外的树木 十分有象征意义 虽然安妮早已离开人世 但借由她的书籍建政二战最惨痛的伤痕 让历史永远留在世人心中 大一新闻杨情编译 环保爱地球就来看看各国的努力 以英国的例子来看 英国从5月1号开始 就实施了一周没有使用燃煤发电 是100多年来的首届 现在英国更成为G7国家当中 第一个将净零碳排放写入法律的国家 领导其他工业大国 让世界走向一个更干净 更环保的未来 二氧化碳变氧气 伦敦帝国学院学生向英国首相梅伊展示 如何操作能对抗全球气候变迁的机械工具 扭转温室气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排放多少碳就得做相应的抵消措施达到平衡 每一下台前力拼正机 推动气候变迁法修正案 让英国成为七大工业国家中 第一个将化石燃料零污染写入法律的成员国 虽然英国在历史上是主要的碳排放国家 但近年来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也取得可观进展 根据英国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的报告 从1990年到2016年 英国温室气体排放在工部门商业部门都呈现下降趋势 以及特别是工业部门的变化最大 英国现在目标是在2050年前 把温室气体排放降到比1990年的水准低80% 这项计划包括了120家企业 例如连锁超市Tesco和零售百货业Marks & Spencer 政府承诺将确保2040年时看到新车不是由汽油和柴油驱动 此外英国也已宣布 因为太阳能发电的进展 英国住户已经有能力将多余电力卖回电网 英国种种措施都向世界证明 经济发展也能兼顾环保 而这也将带动其他尚未诉诸行动于实际法律规定的国家 一起加入减碳行列 大约新闻杨洁如编译 除了英国再来看到瑞典 瑞典政府预计在2045年要达成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也就是做出能够抵消国内碳排量的相应措施 现在官方还成立了一个线上平台 要让社会各界都能够看到 现在瑞典的碳排量到底有多少 轻轻一点 所有相关数据完全展示在眼前 这是瑞典的线上平台Panorama 是人民用来监督政府 有没有好好执行气候变迁 改善政策的利器 Panorama线上平台展示出瑞典目前的碳排量 以及执行气候改善政策的相关数据 民众能一览无遗 这项工具不只让政府进展公开透明化 各界专业人士也能收集资料 向出好计划共同推动减碳 We reduce transport by car and here one example a increased proportion of public transport and here we see the green line shows how we're supposed to be doing and what we've politically agreed on and the black shows how we're actually doing we're eighty percent off targe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ll society involving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ll levels of society and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o have some common picture of where we are, where we are going and how we are doing 瑞典政府计划要在2045年 达到净零碳排放目标 也就是做出相对措施 抵消国家的碳排放量 除了官方和民众合作 海内外的企业和投资人 也能根据这款网路平台 及时了解瑞典的环境相关法规 创造更新更环保的商机 大海新闻 郑宇璇编译 好 现在最后来看到西班牙马德里 最近举办了一场 反家暴的慈善路跑活动 包括西班牙总理也受邀参加 和所有参赛者一起跑完 大约五公里的赛程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全球新闻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